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季 你喂喂喂喂啥呢 不老放 我是你大哥 赶快把那破车开过来 这火都归你了 五万块钱 一收交钱一收交火 等你半个小时 快现 那个 孙总 你 你等我一会儿啊 就一会儿 你 你一定等我啊 那我名字多得很难呀 姐 你让我搭那么大个车干吗呀 那是平时我们公司拉货用的 王大龙要做玩具生意 要进一批货 我想进你车帮他拉货 你就帮帮他吧 大龙要用车啊 大龙来电话 喂 大龙 怎么了 货主要全款 你别着急 我给你想想办法 货主等不及了 他要卖个别家了 我这还差三万呢 那行行行 你让货主把卡号 发到我手机上 我一会儿在网上 把钱打给他 你别着急啊 好嘞 姐 你跟彭飞才刚和好 你就帮王大龙垫钱 这事儿让彭飞知道了不好吧 没事儿 你没听到吗 江湖救急 就帮王大龙一把吧 我相信彭飞也会理解的 没事儿 对了 待会儿要拉货得靠你了啊 这是两万现金 还有那其他的三万呢 已经转账成功了 咱们这是钱货两清了 你也快乐很嘛 哎呀 老乡 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 马上要下雨了 你赶快拉走 再损失就都是你的了 小心 小心啊 好 保准 我得找车啊 我有的是三轮车 三轮 三轮车 三轮车 三轮车别走啊 下雨下我们也回家了 别走啊三轮车 我给你们加大加钱呢 老天爷啊 求求你千万别下雨啊 我的妈呀 我这都亡坏过货连吃了 我都玩完了 我都玩完了 我天哪 老天爷啊 我求求你千万别下雨了 我的伙怎么办呢 我来帮你 你们把这些玩具都买上车了 还有那边那一堆 大宝哥 来水穿上 别离失了 郭小大 郭大老板 你可真是及时雨 不是 你就是雪蒸送炭的 谢谢啊 别谢我了 你得谢我姐 是我姐 让我来帮你的 还有彭飞那边都已经说好了 待会儿咱们把这些货 直接拉到仓库去 你们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你们就是我的亲人哪 这叫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啊 好了 别废话了 赶紧搬吧 都湿了 快点 好 好了 大老板 快上车呢 老田爷 你就下吧 咱的货进车了 俗话说得好 一个好汉 三个帮 和三块金砖垫底 我这把非干大不可 天欲灭我 我灭天 真是危险了 王大龙的货差点被雨淋湿了 我让他把货物放进我仓库里啊 是啊 刚刚小大来电话说 大暴雨来的前一秒钟 好在装进车里了 现在正赶往仓库呢 那也好 起码没有损失 大龙真的很不容易 虽然他辞职了 但我真的有点舍不得他 我知道他这个人呢 是不会白白说人恩惠的 对了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私底下给了他三万块钱 他要付货款 着急用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你终于学会跟我商量了 因为当时太着急了 我真的来不及告诉你 就把钱转给他了 对了 我有个建议 不如这笔钱我们不要了 他的负担那么大 我们也应该为他分担一下 帮他的忙 好不好 也好 大龙从来没有跟我提过钱 我也不可能那么小气 输给他 其实在大龙面前 我真的觉得 他活得比我们自在 潇洒 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 一副阳光积极 乐天派的样子 我们真的需要向他学习 教养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你还是自己来看吧 法院起诉通知书 这就是说 很快就会进入下一个逮捕环节 那你 海岛开发那件事情 现在闹大了 牵连了不少人 除了孙坚 他的亲戚 还有政府的其他部门 看来我是跑不掉了 虽然他们没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但我得随传随到 我真不知道哪天我就回不来了 既然这是事实 我们不能改变 也不能逃避 我们就一起勇敢地面对 你放心 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的 如果我这边判刑了呢 我知道行贿受贿都是犯罪 无论法律怎么判 我们是一家人 这个事实是不可能改变的 谢谢你支持我 其实 你看看王大龙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站起来 永远都打不死 就像不倒翁一样 说得对 我怎么样都会撑下去的 我爸爸 我儿子 我的员工客户 还有你 这样看着我 我不能让你们失望 我突然间 很想去看一下我爸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们父子俩还有很多事情要说 还是单独聊比较好 好看 好看 我好看 我不是Phil 我 我让我 Не巴她 也我是我 穿了 我 Did die 对 你那是什么 我坳 承 red 你趕快 我没事 你都你在mars 好玩 你気付 我分 spider 我可以 好 好 好 朋友们 玩具大促销了啊 泰迪兄家贵猫等你们拿 灰太郎洗洋洋娶回家 快来看快来看啊 今日阳光灿烂 大头娃娃路边站 大狗小熊哄孩子 美好童年金不坏 五十块钱一个 买二送一一百块钱买仨 大的一百两百块钱买仨 好 小朋友喜欢哪个 妈妈 好嘞 你拿一个 王王淳 叔叔开张送你一个 好 彭飞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说旧日 也不过年过节的 爸 我今天正好呢 在附近见一个客户 所以过来看看你 来来 走走走 不会耽误你的事吧 没事 爸 我应该来看看的 咱们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了 我今天来陪你说说话 我也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呀 爸 你在练字啊 怎么全都是忍字 心里有事没处说 一提笔就是这个字 爸 您有什么话 不要憋在心里 是不是大龙没来 没人跟你说话 不是 我是担心你 好 我知道了 您是想知道我怎么安置大龙吗 我让他当副总 他不当 说想自己摆地摊卖玩具 他还想让我跟他一起摆地摊呢 大龙是个大孝子 他一定是为了照顾岳母 才委屈摆摊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他有什么困难 我也会帮助他 他的货还存在我的货仓里呢 你说得对蓬佩 咱们得好好报答王大龙 希望这一次他能够干长一点吧 好 好嘞 好马龙 OK 好了大好了 他不快就开张了 小娜 我开张这是托你们的福 你放心 这次我一定好好干 这可是最后一波了 我王大龙不能变成王大熊 坚决支持你 给我来一条毛毛巢 得嘞 喝了 真好 你在干嘛呢 一百九 拿着 我怎么能要赢这钱呢 大龙哥 今儿你开张博客好彩头 你不拿我给你鸡啊 不是你给 拿着拿着 拿着 愣往里塞啊 小娜 谢谢啊 说什么呢 他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的 对对对 来 挑玩具 挑玩具的 你要什么 要什么 要什么 要钱 玩具熊哦 接着 来 这条哥要什么 我要大的 好嘞 你钱给我 钱给我 一百一百 一百拿着 你要什么 要什么 说 好的 一起猫拿一个 五十块钱一个 爸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咱爷人俩在一块吃饭聊天 一会儿就过去了 要是能天天这样 应该多好啊 爸 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 不能来看你了 你都保重 我没事 既然你和林娇阳已经和好了 我也就放心了 忙你的去吧 如果我一直不能来看你 您不会怨恨我吧 为什么这么说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说我太忙了 我又开发了一个海岛 做旅游基地 可能没时间来看你了 儿子啊 今天 用你这句惦记 我就知足了 爸 那我走了 我会让焦阳 经常来看你的 哎 一定是有事我没说 一定是有事我没说 好 彭总 咱们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 今天有好几笔钱打不进来 也付不出去 我知道我看得懂账目 应该是法院冻结的 那可怎么办啊 公司快发工资了 好多员工怕发不出工资来 都来打听 彭总 有好几个大公司 都跟我们解除了合同 他们说 检察院在对海岛租赁受贿的事 进行彻查 不愿意和卷入其中的企业合作 张副总呢 他不是主管销售吗 彭总 他回老家了 都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 听人说他想跳槽 不用管他了 客户不能丢 赶紧开个会 看怎么样才能应对 可沈哥今天没来 谁组织啊 沈哥 他不是在农家院的吗 对不起彭总 我们没敢和你说 上次财务召集报表 要数据汇总 是沈哥帮我们干的 这段时间您总不在公司 他一直在帮忙 是啊彭总 业务部的事沈哥也最清楚 前段时间的报表 都是他帮忙一起做的 彭总 沈姐叫我泡咖啡 还叫我怎么接待客户 通知人力资源部 把沈哥调回来 好 好 走吧 胡克定律 什么 胡克定律 不是 我问你的是胡克定律 我还以为你问我的是胡克定律呢 X就是代表是 我说胡克定律 你还真问我胡克定律啊 别律了 你们不吃饭 爸非聊绿都不可 给你们做了好多好吃的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上去啊 给你们做满汉全席 爸都不会聊绿 你们这人演哪出啊 是皮诺曹还是史莱克呀 我隔壁的狗老叫 一时叫一时叫 但家里又没人 吵得我们学习了 所以我们才堵上来 这好办 小贼 小贼 你帮我下载点东西 什么不是东西啊 你不是东西 你帮叔啊 在网上下载点东西 谁的叫声凶 你就下载谁的 我妈叫声凶 这姑娘 你妈的叫声在这儿不管用 小贼 你反正就给我下载那些什么狼虫虎 总之叫声越恐怖越好 包在我身上 那赶紧的吧 我听着都害怕 你这下载的什么呀 这是老狗跟狮子的杂交啊 没动静的 我告诉你 这小狗啊 让咱们的东西给吓晕了 这叫什么呀 鸟有鸟语 鼠有鼠道 狗也得有规矩 走 赶紧吃饭点 赶紧吃吧 补身体补脑子 红烧排骨 还有虾仁鸡蛋 炸鸡翅 还有炸春菊 爸 你把所有手维都贡献了 我跟你说啊 今儿啊 爸特别高兴 咱们得庆祝一下 今天你爸我呀 第一天卖玩具 收成好道爆啊 是爆啊 是爆啊 嫂子 你也多吃啊 没有你爸你妈的帮忙 我这摊啊 还真干不起来 我都好几天没见到我爸了 他晚上不回家吗 听我妈说 我爸那案子就要交法院了 他还说 如果我爸再不回来 以后这家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这么严重啊 那他生意怎么办呢 我哪知道啊 郭总 嗯 是他账目都已经合调入库了 请签个字 喂 你好 哦 要点好画包间是吧 好的 没问题 请问你是哪里 小天下 沈哥 是啊 我是沈哥 我现在是贾天下的副总 以后订房这些小事 由我的助手小张来做 我想跟你说一声 今晚我想订监房 还有歌舞表演 全套都上 你不是在现在农家院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凭什么呀 就凭我们彭总真心实意咯 他特意派车接我回来的 以后呢 麻烦你们喊我沈总吧 老爸娘 我很感谢你的激励 喂 小张 帮我订一个房间 晚上我要宴请旅行社的老板 姐 你是不知道沈哥那口气气死我了 简直是小人得志 你别激动 你慢点说怎么了 你不知道啊 彭飞把沈哥提升成副总了 是吗 我不知道 行了 那说明你们夫妻 还是不如一条心 不应该啊 彭飞现在不应该瞒着我什么呀 男人都会装 以为说几句好话我们女人就相信了 姐 不行 这事你必须得找他问清楚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她手机关机了 一定是在配合调查 那就更坏了 彭飞的公司彻底落那狐狸精手力了 不行 姐 你不能给沈哥空隙 你现在必须得去现场办公 你得跟我学着点 我以前当全职太太 挣钱就跟我闹什么小红小蓝 可是我自从去了餐厅亲自掌管 再也没有一个狐狸精敢靠前 你的意思是 我放下我律师事务所的事情 天天去她的公司盯着呀 非常时期就得做非常夫妻 你想保住自己的家 就必须牺牲自己 林林师 您的咖啡 对了 要不要加奶或者加糖 谢谢你 小周 你的服务很周到 不过我来这里不是喝咖啡的 我是来帮你们彭总管理公司的 彭总总是不在 如果他在 我还来这里干什么呀 请你现在马上通知各部门的领导 去会议室 我要去开个会 好的 彭总夫人让大家去开会 总裁夫人要亲自来指挥公司 她还真是奇葩 林律师让各部门经理必须去参加 好啊 那就去吧 我也要看看她怎么安排 大家好 我是彭总的夫人林娇阳 我是作为一个志愿者 来到彭总的公司 暂时帮她代理管理公司 作为一个非常时期 我当然就是一个非常角色 还希望在我指派任务的时候 大家予以支持和配合 谢谢 林律师 请问是彭总让您来管理公司的吗 现在彭总不在 你是知道的 可彭总在的时候呢 他是委托我 来临时担任公司的副总 管理日常业务 我想请问您 难道以后要各个部门 每天汇报两次工作吗 执行命令是听您的 还是听我的呢 你是副总 而我是代表彭飞 当然是要听我的 好啊 既然今天公司的中层都在 那就请您来告诉我们 咱们今天应该做什么 茶艺会馆 农家院 水上娱乐项目 棋牌中心等等 公司这么多个项目 老总不在 员工的人心涣散 请问林律师 咱们应该如何地继续运作下去 当然 这么多的业务项目 我还需要时间去了解 现在没有时间让您去了解 已经有好几间大公司 跟咱们撤销了合同 今天晚上我就发放通知 要宴请客户了 请问林律师 您是否可以代表彭总 去跟他们再续合同呢 这件事情 由业务部去处理就行了 可他们只想跟老总沟通 您代替得了吗 我只负责公司的运作 好啊 那就给您负责吧 我们都听您的 公司有规章 大家只要按张工作就可以了 成 我们全体员工都按张成工作 也不需要人来指挥 对 我的话说完了 沈哥 这里不是法庭辩论 我的初衷 是为了保持公司的正常业务运作 不允许任何的混乱 可您在这儿就是混乱 你什么意思 你这分明是在针对我 我完全没有在针对你 我只是为了彭总 他在最焦头烂额的时候 把公司交给了我负责 我不想看到公司在乱上加乱 你是在跟我叫板 您破坏公司正常的业务 自封为王 就是我们最大的混乱 我既然能管理好一个律师事务所 我就能管理好一个企业 的确您是一个好律师 但您不一定是一个好商人 如果不信您可以指挥工作 财务部领导在呢 你们让林律师为你们解决一个临时账户 业务部把你们所有的合同 欠款的违约的全都交给林律师去解决 还有人力资源部 最近有不少员工想趁机跳槽 你们请林律师给你们出个拯救的方案吧 沈哥 你是故意让我下不来台是吧 台子是您自己上去的 下不来也怨不得我 林律师 如果我是你呢 我就趁彭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赶紧撤退 不然后果 咱们谁也不想看的 特别是你 沈哥 你太嚣张了 彭飞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既然是他老婆 夫妻 就应该同甘苦共患难 不需要你这个外人指手画脚 林律师 这件事跟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既然我们都是外人 那我们就都可以走人了 散会吧 等等 想要留住这些人 就只有你走 没想到 彭飞把你一个小小助理 挑吊成这个样子 敢公然逼我走 我今天就敢告诉所有人 即便彭总他一败徒弟 我沈哥也追随他到底 好 好一句追随到底 我告诉你 我是为了彭飞 留给他一个面子 顾全大局 才不跟你计较 可是这笔账 我记着 等等 林律师 如果您真的是想帮彭总的话 就应该去关心他的人 而不是应该关心他的公司 还轮不到你教我怎么做 继续开会吧 小娜 你当时是没在现场 我是个律师 居然被一个小丫头骗子 这么当众羞辱 我多大的场面没见过 多大的法院我没去过 我多哪哪的官司 我没打过吗 我怎么就败 败在他手上了 我真是白活了我 姐 确实难逗 沈哥可不是一般的小三 比什么小红啊小蓝啊 有心机多了 我伤心的还不是他 我是韩欣哪 彭飞把沈哥调回来 居然都没有告诉我 这说明彭飞对沈哥 还没有死心 沈哥有彭飞给他撑腰 他才敢对我这样 我原本还以为 我们的夫妻关系 能往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都说明什么 一切都爆了出来了 这个事情要让老爷子知道 一定会被气死的 彭老师 您下季度的费用该交了 不过您儿子的银行卡 已经被冻结了 还款失败 所以您要交现金 银行卡被冻结了 是 我们的财务人员 问过银行以后才知道 说是法院冻结的 所以您要问问情况 好 问吧上班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好 喂 喂 彭飞在吗 找彭总 她去公安局了 去公安局了 嗯 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也不清楚 这段时间 关局的车天天来接人 不下班了我们也见不到彭总 爸 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不能来看您了 你多保重 如果我一直不能来 您不会怨恨我吧 好 姐 实在是太起人了 她一小三居然敢当众驱赶原配 我现在就去给你出气 小娜 我谢谢你了 现在已经够乱的了 你就不要冲动再给我添乱了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梁伯 杨老约 喂 您好 是彭老师儿媳妇吗 彭老师他儿子手机关机 你们家老爷子不见了 这手机都摔了 出什么事了 我刚刚告诉他 他儿子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这一转眼彭老师人就不见了 你们赶紧过来找找人吧 好好好 我马上去 谢谢你啊 谢谢 真的又出事了 我公共不见了 失踪了 在关键时候 还得看我吧 如果彭非再不领我这个人情的话 他真的就不是人了 痴心老婆负心汉 诸位好心的大哥大姐 我今儿啊不光卖玩具 我今儿还要说一则征婚广告 我们家呢 有一位温柔善良 实名大义的可爱老太太 欲寻觅依未 不要太有钱 不要太有权 不要太大男子主义 不愁烟 不酗烟 不酗酒 不赌博 身体健康 稳重踏实 尊重女性 爱国爱家的耍单老头 就是为了让两位呢 能够喜结良缘 共赴勤尽之好 让二位老人 在剩下的晚年时光 夕阳无限美好 谁要是有这样的老头 到这来报名啊 您怎么还征计婚来了 您还别说 我这儿还真是征婚的 我这儿呢就是山寨版的 非诚勿扰的分会场 爸 爸爸 你在吗 爸 爸 爸 这人去哪儿了 喂 喂 喂 你说话呀 不是 喂 大龙 蓬佩特爸爸不见了 你爸不见了 你回家找了吗 我回家找了 每个房间都找遍了 可是没有人哪 周围都找遍了 好好好 你别着急啊 我去蓬家老屋看看 也许他就在那边呢 好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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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不在老屋里啊 不是 你说老爷子 他能在哪儿啊 你自己的儿子 我是老爷子 你怎么在哪儿呢 我都在那儿 我都在哪儿 ами 我都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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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先别管我 大罗 跟我说实话 鹏飞是不是作业大活了 要不怎么去了公安局 连银行卡都给冻结了 都瞒着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爸 我们不是诚心要瞒着您的 这事呢您知道 您不是也帮不上忙吗 我跟您说呀 鹏飞的事啊 没您想得那么严重 据我了解呀 行贿的比受贿的最轻 那也是犯罪 鹏飞的钱来路不正 我不想花媚心钱 那个杨老约 我不能再度了 给我退了 那行 我刚才已经给林教阳打过电话了 他马上就过来 等他一过来 他就给咱们办那个推运手续 行不行 好 咱回家 我不回那个家 那个家 一点人气没有 像个冰窖 我不想再掉进冰窟窿里 不想活着住太平间 爸 您现在脚崴了 这行动不变 得有人照顾呀 要不然这么着 您呢 住我家怎么样 我照顾您 那怎么行啊 爸 您就自当是 我还你那老屋的房租 这样就行了吧 大龙 你比鹏飞更像我儿子 他们两口子绑一块 也没你孝顺 这话呀不能这么说 爸 你脚崴了 怎么搞的 严不严重啊 没事 有大龙呢 对 真没事 谢谢大龙 爸 我一接到养老院的电话 我都要急死了 我到处找你 你 你跑哪儿去了 是是是 爸 你叫杨这两天呢 真是忙坏了 您可千万别误会他 他这两天呢 全是为鹏飞 那个烂摊子的事 所以呢 他就没时间来看你 是啊 爸 我天天跟鹏飞 弄材料 都弄到三晶半夜 你看 我熊猫眼都熬出来了 我都忙得焦头烂额了 你故意不告诉我 蓬佩出事 对不对 我是怕你担心嘛 也怪我 我早就该想到 蓬佩的钱来路太早 做那么好的杨老爷 我心里烧得火 老同志 我得批评你两句啊 您前两天一直练的补弃功 这不是白练了吗 你这是 来来来 叫杨坐坐坐 爸 那你跟赵阳先聊聊 我去给您找副馆去 爸 我一会儿借你回家 我会请最好的护工 最好的保姆 来照顾您好吗 我不回你那家 你也不用替我操心 彭笑他妈 你照顾好彭笑 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至于彭飞 就让他作罢 我这把老骨头 早晚死在你们手上 爸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彭笑他现在是青春叛逆期 您呢 不辞而别 到处走 害我担心你 到处找你 彭飞就更不用说了 我诚心诚意地对他 去帮他收拾那个烂摊子 他却怎么回报我 你们彭家三父子 到底要我怎么样 我都快要崩溃了 不是 怎么了 叫杨 怎么了 这抱我脾气 这怎么孩子都空了 我这林娇阳这么闹的 爸 我跟您说啊 都碰到一艘人 任海明 我哥们 送了一只管 大龙 我想好人 就终你们家 得嘞